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们总喜欢用层次高低来评价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才算是高层次的 一个人层次的高低 不能只看他的财富和地位 真正决定层次高低的 应该是他的内心、修养、处事态度 层次越高的人越有这四种表现 一、层次越高的人越懂得换位思考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森林里住着对互相看不惯的冤家 燕子和蝙蝠 原因是燕子觉得日出代表早晨 日落则意味着傍晚 蝙蝠却认为太阳落山后 美好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两人都觉得对方才是错的 有回他们又为此争论不休 险些就要打起来 路过的猫头鹰忍不住插了一句嘴 你俩生活作息完全相反 怎么可能得出一样的观点呢 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别人 就很容易瞧对方各种不顺眼 站到别人的位置上去理解对方的立场与局限 真正层次高的人看谁都顺眼 因为他们知道人人都有难处 多一份将心比心 心里就会少一些挑剔与苛责 多一份换位思考 很多问题其实都不算问题 所谓换位思考 既是为他人考虑 也是对自己反思 既能从不同位置看别人 也能从不同角度看自己 懂得替人着想 才有人替你着想 懂得为人付出 才有人为你付出 人与人 心与心 永远是相互的 懂得换位思考 自然有人愿意与你来往 走到哪都受欢迎 这世间真心都是互给的 信任都是互换的 尊重都是互相的 你冷漠世界就冷漠 你微笑世界就微笑 懂得换位思考 才能让你跳出情绪的漩涡 获得心灵的解脱 人与人相处 难免会意见不合 站在别人的立场上 看他问题 要给别人说话的机会 不能不听别人的意见 固执己见 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但换位思考 能让人学会理解 懂得有人会因为我不开心 有人会因为我快乐 从而变得更宽容 更理解生活 更乐观地面对人生 懂得换位才能相处舒服 才能走得长远 二 层次越高的人 越能尊重不同 一个人经历的越多 内心就越通透 也就越懂得包容 和接纳别人 有人觉得 儿女双全才快乐 有人却更享受 单身的自由 有人习惯 小城市的朝九晚五 有人却总想着 去大城市闯荡 有人喜欢简单朴素 可有人就是热衷之感潮流 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 都有自己的时区和选择 有句话说得好 允许自己不同 你是特立独行 允许别人不同 你会海纳百川 尊重差异是种境界 层次高的人都懂得和而不同 台湾作家白先勇和主持人陈文倩是好朋友 白先勇曾凭借牡丹亭轰动两岸三地 但陈文倩对他毫无兴趣 白先勇知道后 非但没有不高兴 同时也很少在陈文倩面前 提牡丹亭的演出情况 更不会请他发表意见 对待牡丹亭态度截然不同 但这并不妨碍两人继续做朋友 陈文倩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对此我非常感谢 他可以创新 我可以顽固 谁也不去说服谁 接受别人的不喜欢 也尊重别人不同的喜好 这就是一种层次高的表现 有人说 我以为别人尊重我 是因为我很优秀 慢慢地我明白了 别人尊重我是因为别人很优秀 层次高的人 懂得尊重和理解别人的不同 谁都有属于自己的闪光点 没有谁必须和别人一样 三 层次越高的人 越懂得留有余地 曾国藩曾说 话不说尽有余地 事不做尽有余路 情不散尽有余韵 山不转水转 大家都各有不义 话不说绝 事留余地 不单是给对方留情面 更是给自己留后路 曾读过这样一则故事 一个年轻女孩去学习木雕 尽管她信心百倍 可雕刻出的人像 却总是差强人意 老师傅看到后便指点她说 雕刻就和我们做人一样 要留有余地 雕刻鼻子要大 方便后面改小 雕刻眼睛要小 这样要变大也很容易修改 可若是不留一点改动的空间 一旦出了错 整块上好的木材 就全部浪费了 有些话说绝了会伤人心 有些事做绝了 恐埋祸根 发生矛盾 咄咄逼人徒增怨气 进一步烦恼 不如退一步轻松 被人冒犯 一笑置之留有余地 守住了风度 也更赢得了尊重 俗话说 凡事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为人处事 让给对方三寸之地 能省去后顾之忧 也能留下后路 相传 晋国大夫 魏武子 有位爱妾祖姬 一次魏武子病重 便嘱咐儿子魏科 在他死后 一定要为爱妾 寻个好人家 可临终前 魏武子又改了主意 非要祖姬为他殉葬 魏科思前想后 还是遵从了父亲最初的嘱托 给祖姬安排了护好人家 多年后 秦国攻打晋国 魏科奉旨应战 正当两军胜负难分时 却发生了一件怪事 战场上的野草 不知被谁都打成了结 驻魏科升勤了敌军主帅 当天夜里 魏科就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一位老人 老人说他是祖姬父亲 并当初 魏科放了女儿一条生路 故今劫草闲环 以报当年之恩 正因为 魏科当初给人留下的一线生机 才让自己赢得了转机 不把事做绝 才能让自己进退自如 李嘉诚曾说 一定要给合作伙伴留有足够的利润空间 这也是李嘉诚一生中 一直教导执行的商业信条 体现了他的人生智慧 他对儿子说 做人要留有余地 不要把事情做绝 有钱大家赚 利益大家分享 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 假如拿十的股份是公正的 拿十一也可以 但是如果只拿久的股份 就会财源滚滚 懂得留有余地 让对方沾点光 有钱赚 看似自己利润少了 吃了亏 其实是赢得了人气 会让你走得更远 赚得更多 正所谓财聚人散 财散人聚 留有余地 看似是给别人行方便 其实也是给自己行方便 可以让自己免除后患 少些阻碍 多些坦途 四 层次越高的人 越不纠缠 站在山下 只能看到满地垃圾 站在山上 才能看到远处的风景 层次越高的人 眼界越宽阔 胸怀越宽广 不会总是和那些鸡毛蒜皮 过不去 韩信少年学习冰道 昼夜不倦 立志匡扶天下 有一天 他配着剑在街上行走 被当地一个屠夫挑衅 屠夫骂他 配剑招模作样 要他刺自己一剑 不然就在胯下钻过去 韩信不愿搭理他 就在他胯下钻了过去 别人以为是齐齿大辱 他却不以为意 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离开淮音城后 投奔刘邦 为大汉朝立下不示功勋 最终猎土封王 层次越高的人 从不在意别人的闲言碎语 也不在乎别人的挑衅找茬 他们心里只有一件事 其他事情都要为这件事让路 这样的人 从不轻易浪费自己的精力 更不会和别人计较纠缠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德高望重的禅师 经常为人指点迷津 深受众人爱戴 可有个人却很讨厌禅师 他上门去找禅师 对禅师进行了一番攻击辱骂 旁边的人都觉得很气愤 但禅师只是静静地听着 不生气也不回那个人一句话 等那个人骂累了闭上嘴的时候 禅师淡淡地问他 你非要送别人一件东西 但是别人不愿意接受 那这个东西是谁的呢 他不加思索地回答 当然还是我自己的 禅师接着说 那你刚才骂我的话 我也没有接受 那些话就是我的吗 那个人被说得无地自容 仓皇而逃 遇到不讲理的人 不去较真才是明智的选择 不计较 不纠缠 才是最好的回击 曾国藩刚到汉林院任职时 上次召集的父亲进京 下帖子请同事赴宴 当时曾国藩刚做官不久 俸禄也很少 日子很拮据 再者他非常反感这样敛财的事 就没有去捧场 也因此得罪了赵吉 当时曾国藩因公连生几集 官职大国赵吉 赵吉就没有报复到他 但后来曾国藩因犯错遭弹劾 连降数级又回到了赵吉手下做事 当时曾国藩旧疾发作 严重到不能工作 就去向赵吉请假 在家休养 赵吉便趁机报复他 训斥道 你才被降职就要请假 是看不起本官吗 你的假我不准 曾国藩只好继续带病工作 之后赵吉只要一有机会 就打压和羞辱曾国藩 曾国藩却当做没事一样 只专注自己的工作 后来曾国藩立下丰功伟业 但也没有四季报复着急 很多人都夸赞曾国藩的气度 曾国藩却说 如果当时我和他去苦苦纠缠 或许我现在还是他的手下吧 不纠缠不仅是一种态度 更是一种智慧 越是不纠缠的人过得越好 不纠缠看似是放过了别人 实则是放过了自己 越不纠缠的人路会越走越宽 人生也会越过越好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木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在Facebook里面搜索佛禅 在Facebook里面搜索佛禅